当年有一个石友三 那他就是攻占了少林寺之后就火烧少林寺 整个少林寺就被烧了是一片断壁残垣 所有的大殿的什么建筑都是被烧毁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呢 都是在80年代之后 就是这个电影拍摄完之后啊 供应之后 那大家对这个少林寺有所了解 来这里来参观之后啊 那这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一些 就是得到了一些这个补充之后啊 有了这个有了很多的钱才重新修建起来的 像旁边有很多建筑也都是 那我们往前走 哦这根树啊 1500多人的林寺树 1500多人的林寺树 啊 1500多人 啊 1500多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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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萝卺 多最厢 尔营 一匹 圈下第一祖旗 不是現在在修的 那是在修的 我去哪裏 我去哪裏 很好愛 很好愛 朝明的皇后 正在这样的东西 就好像比较好 这个报纸 好 好 怎么这么密的 那么多 这么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些渊源的故事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少林寺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故事情节 大部分是杜传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那李世民三军统帅啊 两军队垒还没有交战啊 也不可能是派他去做侦查护斗啊 从黄河的北岸来南岸过来 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这样的话被人家一杀掉的话 这等于说军中无大量啊 那当时是什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少林寺的武僧就是抓住了 隋在大厦王世忠的体验 把他捕换之后就用团 运过黄河北岸 见语了李世民学家 就是少林寺对自己比较东长 后来他当当机座的房间之后 这就少林寺对风差 就是旧的他本没有差 但是没有就是相持到我们 我们大陆这些讲 包括大陆呢 就是鹤河北岸的 我们大陆也是油的 在那里边 这就是浮备了 从河北岸的土岸 从河北岸渡 开始播放了 看看吧 放下来 看看另外一个 这就有点 我们看下来 你也也不会在这些 看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它这个碑的后面呢 记载的就是当年对少林寺的一些风场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这里会看到有十三君僧的名字 看同一宫 这是同一年立的战功 这是十三君僧的这个名字 当时每人摩加沙一片 其中还有当时的头领 就是武僧的头领 我们少林寺电影当中 牧羊女的父亲 就是绝远的师父 被封为大将军僧 就是叫禅宗这个名字 是殿世少林寺 少林寺是牧羊女的父亲 就是绝远的师父 那就是武僧的头领 韩宗啊 韩宗啊 大将军僧 这是十三君僧的名字 东单就没有记载 你看这边有四季四季 四季四季 然后四季典一季 武德 所以当时明代啊 常代都给他有很多风际啊 304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好 他不靠别人的相伙来为继的 所以说我们据说大陆 刚刚没写 就是说初期的时候啊 要画成分嘛 那当时的和尚 少林寺的和尚都画的成分是什么呢 地主 地主 当然那个地很多啊 好棒 那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又很景象了啊 很景象 这也很有意思 那就是说 我在车上给大家讲啊 在这个松山脚下 附近有这个少林寺 孙亚地名堂少林寺 还有松阳寺院 中国处大寺院 第一的松阳寺院 他跟这个岳路寺院齐名的 那另外还有这个 道观 就是清代的乾隆年街 按照这个北京复工的部门 就在每一个 一道观 中院教也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到了武台山去 看到的全寺院 你看不到道观的啊 包括到了华山去 你看到的都是 都是什么呢 都是道观 看不到寺院的啊 唯独在这里 我们有有主族的一个体现 就国家的体现 有这个道具的体现 那我们看啊 这个叫魂